刚上线就刷新了 西水珍宝 我勒个豆竟刷新了熊二 赶紧带他去个安全的地方 恍然才发现旁边还有流浪拴绳 现在的资产只能买甜菜种子 赶紧来找智剑师交易一波 可发现早已被榨干还没恢复 商人短时间不会消失 还是等会再来 但不是还有只小牛 屋子里没找到 铁匠铺也没找到 水箱也没找到 地下庇护所没找到 箱子里也没找到 好消息刷牛了 坏消息只有一只 你可总算上线了 刚刚在奖励自己 给安琳一身铁套 让他帮我发育 今天帮你改造一下庇护所 刚好不想住山顶洞风格了 我先去收集资源 OK 那我先把成熟的甘蔗收集一下 收完也别忘记种下 这样才能源源不息 第二目标就是禅院腾农场 但泥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人挖非常慢 我怀疑你在点我 但是我没证据 出来看下村民捕获了没 32木棍一粒宝石绝对不亏 与流浪栓绳换下灰化土 以后有云山木就能解锁新群系 除此之外还要弄些深板岩当地板 翻寻仓库发现一个也没 只能去矿洞收集一些 在-11层挖掘 得到深板岩的同时 还有几率看到钻石 我丢竟然挖到了矿洞 没想到海底居然如此别有洞天 但我的火把只剩一枚 想深处探索根本不现实 而且我并没有发现裸露的钻矿 看来发现这座矿洞已经用光了运气 去旁边的偏僻小道转转 这完了解释不清了 一共三颗足够做附魔台了 从矿洞出来竟然在孤岛的北方 深板岩收集足够就来铺设道路 围绕一圈也就代表竹子园正式完工 现在就要做蝉院藤园 与另外两座同样的大小 四周也同样铺上深板岩砖 接着就是铺满整个泥土 然后把蝉院藤全部移植 现在三大植物园全部完成 火雷格斗庇护所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是想换个风格 喵的从山顶洞峰换成了纯玉峰 坐上个附魔台放在下面 可惜没书架属性都不好 多余的木板就铺设海岛村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人满为患 这还有些西瓜没采集 那就劈了留给下区嘉宾使用 现在的树场生长顺序非常杂乱 像这种非常高的不容易砍伐 那就点燃重新种植 等待的同时建造个背景墙 合成几个告示牌 把以往的嘉宾名字都留下 证明他们来过的痕迹 像这类的高度就不错 顶部放个半砖就能做个线高 每棵树苗上方都放个就不怕长高了 最后安琳的名字也留在签名处 感谢本期你为孤岛做出的贡献 感谢本期你为孤岛做出的贡献